来 你干嘛啊 看什么呢 大司令 睡糊涂了 连我都不认得了 不是 你这么穿 我只是有点不太习惯 这有什么不习惯的 我只不过就是 涂了点胭脂 擦了点粉 换了件衣服 你就不习惯了 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 太好了 大司令 那帮兵啊 真不错 那是 这都是我练出来的兵呢 跟你们八路军比怎么样 好啊 真是 强将底下 捂住我兵啊 大司令 我给你个建议吧 平时让兄弟们 多练习练习颓教 谢谢 记住了 好了 我走了 你不能走 我还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这个送给你 大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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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这儿有衣服 可这是我爹留下来的 啊 这还是有意义的 现在 我把衣服送给你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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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司令不会真的生病了吧 要不就是被马棍那天给吓到了 既然是你爹的 就别给我了 我 我觉得他挺正常的呀 那我问你啊 你见过大司令 什么时候穿过这么女人的衣服 那你又见过他什么时候把脸画得跟唱戏似的吗 嗯 嗯 你见过他给谁送过衣服 嗯 那不就结了吧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他不会看上这小子了吧 不能吧 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喜欢过任何人啊 大司令也是女人 其实女人就会看上男人呀 别给我了 我一大老粗 穿什么都这样了 那能一样吗 这是我送给你的 我送给你你就得收下 我让你穿上你就得穿上 给我脱了 现在脱了给我换上 别 你这人真是够奇怪的 你不给我脱我给你脱 大司令 别闹 别这样 大司令 给我脱了 给我换上 你干啥去啊 快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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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 我 喜经哥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太军 就在我们据点里呢 这个人在不在泡楼里 没在 你看自己的再说 报告太军 真的没有 下去吧 是 看来是武林的残部 池田 带兵消灭他们 是 史腾军 让腾景护送我回县城 剩下的兵力 继续走走五十三 说 刚才跑出去那个 师父报信去了 没有 没有啊 抬军 抬哪个腿 老子是八路 不 八路爷爷 我们就是有三个党 也不敢撒谎 你还嘴硬是吧 刚才我们在窗户那儿 全都听见了 还说没报信 没有 我没有撒谎 要不千打雷批 你信不信太批了你 我问你 你们弹药放哪儿了 弹药 没有弹药啊 没有 有没有 就在后面的 都给我绑起来 二伯 二伯 你看这啥 还有这宝贝呢 同志们 赶紧的 这个太扯了 别拿了 我晚上得包着他睡觉 行 走 走 走 等一下 兄弟们 老哥 一会儿我们先撤 走之前呢 兄弟送你两句话吧 你说你们放着好人不当 非往畜生堆里面坐 行 看在这几天 你们对我照顾不错的份上 我就不说这些了 这我们又吃又拿的 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礼尚往来 这兄弟们也不能亏了你们呀 你说送点什么好呢 来 来来 这个人什么 喜欢哪 那太好了 老哥 这个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还缺点什么 老哥啊 兄弟跟你说 送你这个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不让你啊 再祸害老百姓 早点投胎 争取做个好人知道吗 行 兄弟们那就先扯了 走 走 兄弟们 太远 就是这儿 确定是这里吗 确定是这里吗 是这里 为什么没有东京 进去看看 快 队长 放开 队长 放开 走啊 走啊 也不知道现在连长咋样了 也不知道受没受伤 我觉得咱肯定能找到他们 也许现在萧猛连长人都聚齐了 等咱们呢 对 兄弟们 赶紧行动 走 哥 你这是咋了 你咋胃疼了呢 别 别 别管 去到春夏玩玩玩玩的吧 不是哥 你有啥事你就说说呀 那弟弟跟你分析分析 小屁孩分分析个屁屁啊 我这儿 我咋就不懂呀 从小我就跟你在一块 你脱裤子拉什么屎我都知道 你不就是看大司令对那个五十三好 你心里边闹腾吗 我 你说你在这儿闹腾来闹腾去 你有本事告诉他呀 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啊 你觉得哥不像个男子汉汉吗 真不像 你要是男子汉的话 那有本事你就告诉大司令啊 你让大司令也明白明白 你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 算 算 算了吧 现在咱们这儿这么乱 大司令肯定烦 烦 烦着呢 我还是接着围 围 围的我 走 走 快吧 我们 那边你看看 快 我想加入你们八路 好 我同意了 把握连长 我有闲了 我要一起去就定义上 王太行 从今往后就跟着你们干 你要加入八路 可得带上我啊 你 我想正式的 参加你们八路军 你看不上我啊 我还看不上你啊 人长 我们的目标 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都过上舒坦的日子 没有饥饿 没有平穷 没有仇恨 也不会被别人欺负 这是我们八路军人的高级理想 爹令 你在哪儿啊 你一定还活着 对吗 大司令 怎么进来也不敲门啊 我是这儿的大司令 我进来还用敲门呢 什么事啊 我给你送点药来 你的伤不是快好了吗 我再给你换换药 我帮你拖 不用了 谢谢你大司令 你放哪儿啊 一会儿啊 我自己来 怎么了 还不好意思啦 不是 只是 男女不便 没想到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这脸皮还挺薄的 大司令 我那把剃刀 还给我吧 这个东西 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对 非常重要 那你就送给我吧 不行 马上给我 那好 在我房间呢 你跟我一块儿去拿去 那好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你们可以走了 我要休息了 实话告诉你吧 我来找你是有事 我下边的兄弟 给我提了个醒 说现在外面 日本鬼子都在通缉你呢 所以让你改改面相 这样 日本鬼子就不容易发现你了 改面相 嗯 咋改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这儿 要是要做我 冬莫子 快 惫 快 快 咦 你 上次为救你老娘 你拿大哥当人质 让我在中村那里 连棍都给丢了 不管你说什么 这次你无论如何 也得帮忙我 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 现在她去哪儿 我都找不到 这次我求求你 帮我找到她 我现在连屁都不是啊 这回要是让鬼子再发现了 我这脑袋可就要搬家了呀 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呢 我现在呀是想明白了 什么官啊 全的 全都扯的 我就想跟我太太 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 足矣了 好 大哥 那我就不麻烦你了 但是我请你记住 小鬼子一天不走 你就甭想过一天的安稳日子 孟子 那也比有今日没明日的强啊 过几天哪 我就跟我太太回老家了 我求求你了 兄弟 你放过你哥哥吧 好 那你和你太太 就去过你的安慰日子吧 龙子 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德义 旱子 行 龙子 德义 德义 快来 龙子 鬼子突然抓了这么多女的 到底想干吗 还有哥哥 不见我回去 他一定会急死的 怎么办 怎么办 不行 我得先冷静下来 只有冷静 才能找到办法 五十三 你在哪儿 你告诉我 五十三 怎么了 我恨我自己 看着镜子里 我人魔狗药地活着 可是我的那帮兄弟们 他们全都牺牲了 他们都是一根活着的 为啥偏偏我还活着 这打仗 哪有不死人的呀 你也别太难受 别怪自己了 他 不宁可死的是我 我那帮兄弟 他被哥哥 都是好良人的 那你自己静一静 他被哥哥 发生了 你也不被哥哥 还被这个人 我那帮你 我那帮你 你干什么 好 我那帮你 我我那帮你 你不敢 这些事 这都是我那些 死去的兄弟 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们都是 打鬼子的时候战死的 那天看你那么伤心 就让我也想到了 我的这些兄弟们 他们一个个 都是打鬼子的好汉 我心里特别难受 也特别心疼 可是后来我想 我心疼有什么用啊 我有那时间 我还不如为他们报仇去呢 五连长 其实 我有事相求 什么事 你说 你也看到了 我这儿百事来号兄弟 都拖家带口的 这马棍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要打回来 我这里啊 看来是待不下去了 我希望你能帮我出个主意 帮我们想想 去哪儿能有个藏身之处 地方 我倒是有一个 就怕你们去哪儿不愿意 什么地方 只要不当汉奸 我们去哪儿都愿意 跟着我 加入八路军 加入八路军 对 加入八路军 咱们一起打鬼子 说句实话 你们八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 如果我们真能加入你们 我们也不亏 可是 你毕竟是个外人 我怕有些兄弟可能会有外心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除非你娶了我 你要是娶了我 你就是这里的姑爷 那咱们就是自己人 兄弟们肯定愿意听你的话 我是你的女人 肯定你去哪儿 我就跟着你去哪儿 大司令 我跟你说的是加入八路军的事 你能认真点吗 我说的是正事 可是他在我眼里就是正事啊 反正今天话赶话都说到这儿了 我就借机会 把自己的心灵话都告诉你 五连长 我这人性格比较直 我 我说话就是直来直去 喜欢就是喜欢 你要是个爷们 就给我一句痛快话 你喜不喜欢我 这 这都哪个哪的事啊 我 大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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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阿淑刚回来了 什么 走 走 太太好 给我叫辆车 广播车 过来 太太 慢点 去陈家路 向往下 这边 原来我去哪啊 停车停车 再不停车我喊人了啊 我说你认不认识路啊到底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二叔回来了 坐 二叔 干嘛去了 和朋友谈点事 跟谁啊 跟城里的道上人谈点买卖 二叔 咱这都是自家兄弟 别跟我玩那些画画肠子 说实话 见谁去了 见 我那什么 我 我见马棍去了 见马棍 大侄女 你听我说呀 你说咱这帮弟兄 这么多的家眷 这日子过的 吃上了上顿没下顿 你说弟兄们 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躲过了马棍又躲不过日本人 日本人那是没时间收拾咱们 你俩要是去求个一官半职 兄弟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太太平平的 我不也就对得起你死去的爹了吗 兄弟们 都听见了吗 二司令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好 他好 辛苦了 不辛苦 受累了 您客气 走 好 走 咱们吃饭去 好 大司令 大侄女 你说让我走的意思 永远地离开这儿 永远地离开我们救国军 华儿 你这是为啥呀 勾结日本人 献我们于不仁不义 该当何罪 二叔知道 三刀六动 冯保 我们这些兄弟 就算是死在日本人手里 也不会去当汉奸 可你呢 你是非要去找马棍 那你就别怪我 大侄女 我这也是为大家好啊 你 你看着我二叔这把年纪 你就饶了我吧 冯保 我爹定的规矩 谁都不能破 可是今天 我就为了你 破一次令 就念在你这么些年来 拼死拼活地救过这些兄弟们 但是我告诉你 死罪可迷 活罪难逃 好 从今以后 就将你逐出九国军 下山吧 这他妈的是 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 这会儿要是真的离开 老子不就白忙了 不行 既然这样了 花儿啊 你就别怪二叔我心狠了 你捏我走 你捏我走 花儿啊 我这一走 咱爷俩兴许 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二叔求你了 走之前 再陪二叔 最后喝顿酒吧 啊 虎哥 睡得挺好啊 虎哥 你 哥哥 你大早上穿成这个鬼样子 你干什么呀 小小的给您倒个喜 倒喜 就 就是您朝思暮想的那个 我朝思谁了 我暮想谁了 唐金荣家太太啊 啥意思啊 我给她绑来了 人呢 里头呢 走 走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样哥 这事办得漂亮吧 您是不是得赏小的点啊 赏你哪个腿啊赏 这是谁啊 这是唐金荣的女人 这是我大嫂啊 咱这么办不好吧 这嫌我不仁不义了吧 滚 滚 去冰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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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不好意思啊 这事我真不知道 都是他们干的 大嫂 你遭罪了吧 真不好意思啊 真不好意思啊大嫂 真是对不住啊 你看看就累的 都累红了大嫂 我帮你绣住她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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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花儿啊 二叔老喽 二叔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给你丢脸了 这都是二叔自作自受啊 王后啊 二叔不在的时候 遇事也要多加小心 行了二叔 你也别说那么多了 你也知道 这些规矩都是当初我爹立的 我也是没办法 身不由己 你说我这个位置 我要 我 我要不管你 我怎么跟下边的兄弟交代 我以后怎么管他们 别说了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二叔明白 二叔觉得心里愧疚 心里有点堵定 这 这是 二叔 这些 是我孝教您的 我也就只能为你做这些了 你下山以后 好好照顾自己 但我可得嘱咐你 你离开这儿以后 就没有人能再照着你了 你可千万别做那些 伤天害理的事了 二叔能有你这么好个大侄女 我知足啊 花儿 来 最后二叔敬你一个 再干一个 来 来 大哥 唐宝来了 出去吧 坐 来 这样 晚上咱们里迎外合 你带人过去 我把门打开 你进去收 谁啊 我 二司令 你咋要回来呢 怎么的 老子就不能回来了吗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来 来 来 这 龙连长 干得漂亮的 龙连长 现在 你配穿上这� 회军服了 哎呦 是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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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起来 刀起来 刀太娘子别动 刀起来 快 谁再动就打死他 刀起来刀起来 别动 别动 再动脑袋给你消成废的 还请我枪 下来 快点 都快点 下来 都给我蹲下 快 兄弟们 咱们又见面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咱们有缘分哪 你们还记得吗 上次我来的时候 那是眼寒热泪而去啊 那心巴巴凉的 那小妞 没用吧 哪儿 可是这次呢 我又抱着一颗赤诚之心 我以你们而来了 你说这大冷天的 你们连个衣服都没有 我能看得过去吗 我给你们送衣服来 这是皇军特意为你们订的 黄邪军军服 虽然说你们一个个的 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 我就不明白了 非干什么救国军哪 晚后跟着我 咱们就是一家人哪 我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马贵 就算我们死了 也不会当狠奸 干什么呀 别冲动啊 别冲动啊 兄弟 我是有点着急了 是有点鲁莽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小兄弟可太愚蠢了 就说他是条汉子吧 死了 白他 他活着才是硬道理 我想你们各位 谁也不会嫌自己的命长吧 我告诉你们 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我给你们的考虑时间 是有限的 我跟他们拼着 我受不了了 我要跟他们拼着 大道 大道 你现在出去的话 兄弟们都得死 我们洗过衣服 留到青山菜 不怕没柴烧 你们首先得活着 出去以后 我们再想办法 懂吗 难那么容易啊 这把弟兄们都跟鬼子 又是约海神仇 让他们穿衣服 不如给个痛快的 好多兄弟都是兔家带口的 他们死了 他们都老婆孩子 你们想过没有 大司令都找不着了 怎么办啊 没事 有风暴在 大司令 不会有事的 考虑好没有啊 考虑好了 兄弟们 都听我的 都穿 都穿衣服 这不就对了吗 现在我看你们呀 那个个都像俊杰了 是不是 佟连长 到 恭喜你呀 多谢马旅长栽培 马旅长 您放心 我一定和你好好干 赴汤蹈火 马首之战 大烟花呢 大烟花现在被我给迷倒了 今天晚上是起不来了 起来也得明天 要不您进去看看 看什么看 又想客户呀 没 我告诉你呀 明天一早 带上大烟花了 还有这帮人 统统给我送到 黄蟹军军营去 是 必须搬到 你们几个 都给我看好了啊 好嘞大哥 好嘞大哥 你放心走吧 别忘了带上他 忘不了啊大哥 慢点 马旅长啊 慢点 来来来来 赶紧换衣服 赶紧换衣服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快换衣服 快 脸帮子 快点 快 快点 听见没有 把衣服穿上 穿衣服 快点 快点 起来快穿衣服 快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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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听见没有 快点 转起来快点 看衣服 姐姐 日本人把我们抓来 我们该怎么办呀 谁才能救我们出去啊 姐妹们 我想大家都清楚 日本人把我们抓去 是干什么 如果有一天 他们把我们抓去 日本的兵营 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 就算死在他们的枪下 我们也绝不能让鬼子 玷污我们的灵魂 凌辱我们的身体 我们是否认识 我们还是否认识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是否认识 我们是否认识 医学生 我们不是感受 我们长官的 尤其是事 我们是否认识 我的 我们会训 她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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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